點亮 文化部長史哲 教育部中生教育司長李玉娟 立委吳思瑤 以及國立故宮博物院副院長 於佩景等代表 共同按下按鈕 共同宣布2024-518 國際博物館日正式啟動 博物館要走入社會 走入人民的生活 這是一直我們長期以來努力的 開票日那一天 我一定會進美術館 然後讓自己沉澱 然後影響開票的結果 國際博物館協會 從1977年訂定5月18號 為國際博物館日 台灣今年以博物館 致力於教育和研究為主題 串聯全台博物館 與地方文化館共同響應 要民眾參與更多元的展覽與活動 文物長品的研究 要用多元的視角來探索 這樣才能夠達到 博物館知識共享 製造多元體驗的機會 博物館不只是有機的 是有生命的 但是博物館跟我們 最大的差別是 因為博物館 我們有限的生命 其實可以因為博物館 變成無限 我覺得這是對人的歷史 最關鍵的事情 台北市文化局則以博物館代入為主題 攜手22個博物館 所推出10場文化體驗 而包括結合北北基陶共39所文化場館 可使用的周遊列博數位票券 要讓博物館迷看得盡興 發掘博物館和城市間的迷人故事 記得參加長報道 記得參加長報道 現在已有所思議的 人線標出席